毁掉一个人最快的方式就是让他赚快钱 而对一个女孩来说 除了贩毒和赌博 色情交易 应该是来钱最快最容易的活了 为了满足自己对金钱的欲望 李小云搞起了色情直播 穿个低胸装 在镜头前卖弄下风骚 一群惊虫上脑的男人就给他刷跑车和飞机 一千块就这样轻松到手 他身陷其中无法自拔 这钱赚了以后 对别的工作还会有兴趣吗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侦察院频道 我是本期主播老黄瓜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那么就订阅我们吧 接下来继续讲述我们今天的故事 李小云十年二十四岁 来自四川的一个小镇 父母生了两个女儿就没有再要孩子了 虽然她是女孩 但是父母对她非常宠溺 他们说女孩子要富养 这样不会随便跟人家跑 但是父母却不知道 他们从小把最好的东西给了她 她的欲望也被无限的扩大了 长大后的李小云 变得爱慕虚荣 只想把好的东西收入囊中 但是以她的家庭条件 根本无力支持她花钱的欲望 所以她一步步的走向了堕落 高考分数下来 她考了个专科 学费很贵 母亲说要不大学别读了 上专科一年要七八万 她爸赚钱也不容易 李小云喃喃的说她考上了大学 母亲怎么能不让她读呢 大学毕业工作也好找点啊 父亲说她闺女考上大学 是祖上烧高香了 她砸锅卖铁也要给女儿读 李小云现在想来 如果没上过大学 就不会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了 其实读专科的大学 很多人就是在学校里面虚度光阴 认真读书的根本没有几个 男生在宿舍 打游戏 女生就是看剧 能撬的课基本上都不会去 而且大家还爱攀比 女生之间就爱比谁的衣服漂亮 包包漂亮 用的是什么手机 寝室里的几个女生家庭条件都比较好 他们家都在城里 只有李小云是四川镇上 他记得那一年是苹果7Boss发布 他们都换了新的手机 只有李小云还用着当初他爸妈省吃俭用 给他买的苹果4S 刚用四秒时他宝贝得很 可现在突然觉得一点都不香了 看着同学的手机屏幕比他的大多了 还有指纹解锁的功能 他都不好意思把自己的手机拿出来 同学在他面前买几千块的化妆品和包包 而他都是用着网上的廉价货 他承认他极度了 但是又没有钱 加上学费和笔记本电脑买了后 也实在开不了口跟家里要钱了 可是他从小就喜欢争强好胜 希望自己成为别人关注的焦点 可是现在他什么都没有 觉得自己被人嘲笑 直到有一天 他看到校园里面有办理信用卡的 那工作人员说 可以给他办一张一万元额度的卡 李小云那时根本没有想过 自己能不能还得出来 只想着先买个手机炫耀一下 他不允许自己输给别人 就这样 他填了自己的信息 一个星期后就收到了卡 拿到卡后 他毫不犹豫的就给自己买了一部苹果器Bus 还给自己买一身漂亮的衣服 美滋滋的回到了学校里 穿着新买的衣服 装作不经意的轮流在同学面前打电话 打到他们发现他换了新的手机为止 同学们围着夸他也换新款苹果了 还有这衣服包包也很好看 他撒着谎他爸非得给他买的 他爸做工程很赚钱的 他一直想低调也不行 他爸总是二话不说就给他买东西 他看他爸已经买了就用了 不然也浪费 看到他们羡慕的目光 李小云感觉很满足 当时他花钱没有一点心理负担 天真的想着毕业后可以工作还钱 可账单寄到他手里时 他才知道什么叫做要命 父母一个月给他一千五百块钱的生活费 不乱花钱的话 在大学里可以吃得好喝得好了 可是他买了手机 只能想办法去东拼西戒 为了不逾期 他在网上找到一个私人放贷的信息 上面写着无需抵押急速放款 只需提供身份证照片和个人自拍照一张 李小云打电话过去 对方说贷款没有问题 需要他提供一张裸照 他没想到所谓的自拍照是裸照 但那时的他害怕逾期影响征信 也不敢和家里说 就咬牙贷款 加上那个人对他说 照片肯定不会外泄的 只要他准时还钱就行了 后来李小云咬牙贷款了一万块钱 但实际到账只有八千 他问他们是不是弄错了 他们说两千块是手续费和服务费 他听后傻了 可是拿他们一点办法都没有 李小云拿贷款的钱加上父母给的生活费 把银行的钱还了 可他根本来不及喘息 裸袋的利息高得吓人 他很快就从欠款一万块滚到了一万五千块钱 而且催款的电话更密更频繁了 他那段时间电话也不敢接了 一听到电话的铃声心里就会发抖 但不接电话后 他们各种短信威胁 有说要过来找他的 有说要报他通讯录的 也有说要把他给告了 让他坐牢的 他每天生活在胆战心惊当中 不知道如何是好 他想去赚钱 可他一个学生能有什么办法赚钱还账 而且正常的工作收入根本堵不上这个窟窿 上帝关上一扇门 会给你打开一扇窗 这会是希望之窗吗 李小云疯狂的加一些兼职赚钱的裙 终于有一则招聘的小广告 吸引了他的注意 他的眼睛亮了 某某平台招聘色情主播 无需露脸 秀秀胸秀秀腿 月入最低两万以上 有兴趣加好友私聊 就是这则广告 改变了李小云接下来的命运 那天 他加上了师傅的好友 很快就通过了 李小云问是不是真的搞直播就可以赚到钱 师傅说是真的 色情直播是现在最流行的直播软件 他就在上面做主播 可以不露脸 大家看到他在上面表演 就会给他刷钱刷礼物 一个月最低都有两万块钱的收入 如果有兴趣 发一张他的性感照片看一下 看他合适不合适 李小云被催债的逼得喘不过气来 已经走投无路了 而且不露脸能一个月挣两万块钱的话 他觉得没事 毕竟不是真的要和别人发生关系 只能死马当做活马衣 于是他穿着瑜伽服拍了几张照片 给对方发了过去 师傅很快回复说他的身材好 胸大腿又白 是个男人都喜欢他这个类型 很有潜力 他配合听话 保证他一个月不低于两万块的收入 师傅说的话正中了李小云的软肋 就这样一发不可收拾 从未体验过赚钱这么容易的李小云 开始对金钱产生了强烈的欲望 把所有的理智都置之事外 他听师傅的话 在外面租了一个单间 然后在师傅的远程指导下 下载安装了色情直播的软件 打开软件后 李小云发现像他这样的女主播 在某瓜这款软件上还有很多 他们分布在全国各的 学历普遍不高 年龄在16到40岁之间 但是有个特点 身材都很火爆尽辣 让男人看了就会有幸冲动的欲望 在直播平台上 他们每个人都会有一个好听诱人的网名 像超级大波妹 性感小猫咪蝴蝶C 而李小云给自己取名叫动感波波 因为他是低照碑 懂的都懂 男用户进入直播软件后 就像到餐厅点餐一样 看到哪个名字性感 照片头像符合自己的口味 就可以直接点进去观看 进去直播间后 他可以直接和主播聊天 也可以和主播进行简单的互动 如果要看更刺激的 那就得花钱了 女主播们会进行淫秽表演 尺度极为露骨 一般新用户可以先免费试看60秒 而这就是平台的套路 调阻你的胃口 看到一半不能看了 谁能够憋得住 但是想看必须在平台上充值 其充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 一般女主播直播所得可分到六成 及时提款 有时刻元多 一天刻意赚几千元钱 一切准备就绪 李小云戴着口罩 穿着性感的睡衣 坦特不安的开启了第一次直播 他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喜欢他 可是出乎他意料的是 在平台上他非常受大家的欢迎 他的封面照片拍得非常的诱人 胸口那对呼之欲出 让男人忍不住点进来 想要一睹他的真容 虽然戴着口罩 但是他的眼睛非常的勾魂 身材又是那么的诱人 只要点进来的观众 他们就不舍得离开了 又说真身材真劲爆 他好喜欢 纸巾都不够用了 有问能不能转过来 给他看一下屁股 对 再倔高一点 屏幕上 各种猥琐男都喊着 让他解开胸罩 还有几个说只要他解开 就给他刷飞机和跑车的 李小云想起师傅对我说的话 一个飞机是500块 一个跑车是300块 为了钱 他只能安慰自己反正戴着口罩 他们又不知道他是谁 就咬咬牙的解开了胸罩的扣子 看到他低罩杯的胸就这样暴露出来 那些猥琐男在评论里沸腾 然后真的有人刷了一架飞机和两架跑车 李小云一下子就收到了1000块钱的打赏 顿时惊呆了 这钱也真的太好赚了 收到钱后 李小云变得越来越兴奋 开始进入了状态 进行各种搔手持除的表演 而他的直播间也爆了 单人表演冲到小时榜前三 各种礼物刷得眼花缭乱 一场直播下来直接入账2380元 这还是扣除平台40%的提成 不过当时的李小云并不知道 在直播软件上有一个规矩 就是刷了跑车飞机的这些大哥们 他们是要加上私人好友的 然后要不定期的给他们发一些福利 比如私拍照片 和一些爱爱的小视频 因为李小云事先根本没有准备 给他刷钱的几位大哥就很失望 觉得李小云骗了他们 还好向他们解释自己是第一次开播 然后保证会拍起来给他们 这才取得了他们的谅解 一场直播下来 李小云的心态完全发生了变化 正如师傅说的 什么工作赚钱能有这么容易 他只是在虚拟的网络里 向人展示下我那傲人的身材 没让男人摸他一下 半点没被玷污 2380元就这么挣来了 而且全程戴口罩 他们又不知道是谁 结束直播以后 李小云很感谢他的师傅 这赚钱也太容易了 就像印钞机一样 一个月就可以赚五万 一年就可以赚五十多万了 这钱也太容易赚了 师傅说他只是刚尝到甜头 还有更赚钱的 刚才给他刷钱的几位大哥 他们跟他要视频 他可以考虑把视频拍起来卖 这样可以更赚钱 就是他的自卫视频 尺度越劲爆越受欢迎 一套视频照片88块钱 办理300块的会员 可享受长期更新服务 李小云来拍 师傅来帮他卖 他们一起分钱 师傅诱惑他说可以想想 一个群几百人 他们可以赚多少钱 而且还有无数个群可以卖 不要说他那点债了 他都可以买房买车了 我李小云狠狠的点了点头 只要能赚到钱 就听师傅的 当时的李小云早已经鬼迷心窍 也觉得这是一个报复的机会 甚至觉得在赚钱面前 尊严是可笑的 就这样 他一边搞色情直播 一边拍摄起各种不雅视频 然后师傅把他拍好的视频 在各大色情网站上售卖 或者按点几率拿分成 除了这些网站外 还拿到微博 微信群等平台贩卖 非常畅销 李小云欠的钱早就还清了 一天可以赚两三千块钱 想买什么就买什么 再也不用钱烦恼了 他觉得这就是他想要的生活 幻想着自己可以通过这个买车买房 做一个人人羡慕的富婆 为了迎合大家的口味 赚更多的钱 师傅找到了他 让他真枪实弹的拍 因为师傅让他赚到了钱 所以李小云很信任师傅 师傅是一个28岁的小伙子 他通过拉女生搞色情直播拿分成 卖视频 早就赚得盆满钵满 房子买了 还有一辆跑车 当他开着一辆跑车出现在李小云面前 说喜欢他的时候 李小云根本抗拒不了 就这样和他交往了 和师傅在一起以后 他和师傅拍了很多一系列的 比如女子直播勾引外卖员爱爱 女秘书为尚未勾引老板 我和嫂子的不伦之爱等各种题材剧情 深受广大宅男的喜爱 短短一年半时间 李小云靠色情直播和售卖视频 就获利共计一百万余元 他给自己买了一套单身公寓 小日子过得非常滋润 那时的李小云对未来充满着向往 幻想着自己能够成为千万富翁 觉得自己手里有通往财富大门的钥匙 为了多赚钱 他和师傅两个人每天待在家里 拍视频直播 偶尔兴致来了 还直接上演真人直播大秀 把躺着赚钱发挥的淋漓尽致 他们赚钱赚到手软 可常在河边走 哪能不失邪 随着他们视频播放的点击率越来越高 他们两个人的名气越来越大 李小云还天真的沾沾自喜时 却不知道他们早就已经被王警给盯上了 虽然知道国家已经开展了静网行动 但总是保持着侥幸的心理 觉得搞色情直播的人这么多 不会轮到他们头上 有一天 李小云和师傅在床上直播大秀时 卧室的门突然被一群刑警破门而入 当时他惊吓的连忙拿被子 盖住了自己的身子 然后大脑里只有一个想法 完蛋了 虽然他每天都脱光衣服直播 但那都是通过虚拟的网络 从来没有在这么多男人面前 真正光着身子过 他在那一刻 突然感觉到久违的羞耻感 师傅也是一脸的猛逼 怎么也想不到 警察是怎么找到他们的 后来才知道 王警有各种手段能够锁定他们的IP 加上他们肆无忌惮的在群里售卖小视频 是他们的狂妄才引来了无望之灾 当冰冷的手铐戴在李小云的手上时 他才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是在违法犯罪 为什么色情直播这么赚钱 那是因为他们游走在罪恶的边缘 随时会掉入罪恶的深渊 他俩被带到了警局的审讯室里 那审讯他的胖警察 严肃的说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自己做了什么赶紧交代 这时李小云知道否认已经没有任何的意义了 既然他们直接上门带走他 肯定有他们犯罪的证据 于是他们如实坦白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在赚取的金额上做了隐瞒 因为师父事先交代过 万一他们被抓 金额这块不要说实话 很快 他们就被送到了看守所里 等待检察院的控诉 最终在法庭上 他们两人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还要缴纳巨额的处罚金 在铁窗的日子里度日如年 没有自由的感觉非常的压抑 不过经过这次改造 也让李小云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给了他重新做人的机会 现在李小云已经出狱了 这场经历对他来说就像做梦一样 出狱以后一切都变了 大家看待他们的眼神都带着有色的目光 法律愿意给他们重新做人的机会 但是身边的人不会 在他们眼里 李小云就是一个恶心的鸡 是做过监狱的犯人 除了他们的父母 其他亲戚朋友都会刻意的疏远他们 靠近他们都是丢人的 李小云还记得一个亲戚 指着他对孩子说记住了 长大了千万不要像姐姐那样 丢祖宗的脸 那一刻 李小云心里非常的后悔 但一切都无济于事 他知道这个地方 已经容不下他那肮脏的灵魂 而师父出来以后 也嫌弃他是个贱货 他这才明白 其实师父根本不爱他 在师父的眼里 他就是一个赚钱的工具 没有价值以后就会被无情的抛弃 在这个物欲横流的年代 我们确实要面对很多诱惑 但不能丢掉基本的道德和操守 一定要好好做人 要有道德的底线 赚块钱的方法都写在刑法里 别以为自己聪明或者幸运 法网灰灰疏而不漏 违法犯罪的事情千万不要做 好了 本期故事到此结束 我是主播老黄瓜 如果你有什么想和我们说的 请在视频下面留言告诉我们吧